猪仔藏保陶 自从猪仔输了上一届大卫王比赛之后 他就变得没了心机 做什么都好像没什么力感 连他的好朋友羊仔约他去吃东西都不想去 有一天猪妈叫猪仔去地下室 拿箱不要的废纸出来 让他拿去回收 箱里面什么都有 除了以前的信 账单和宣传单章 竟然还收了一张床保图 床保图上面还有一行很小的字 应该是床保图作者的名字 但是因为放得太久 那些字已经脱了 色体不清楚 不错 猪仔很好奇 到底这张床保图是哪个画的呢 收到的又是什么宝藏呢 虽然猪仔 虽然猪仔心里面充满疑 不过他都照样收回他入纸箱 交给猪妈拿去回收 到夜晚 到了夜晚 猪仔的心开始落落乱 把床保图 把床保图一直在他脑海盘船 搞到他失眠不得止 第二日上学还差点迟到 羊仔见到猪仔的黑眼圈 就问他 猪仔 猪仔 你对眼搞什么 猪仔就答 是这样的 我在家地下室找到 张床保图 不知哪个留下的 床保图 好 所以你留下去尋补啊 羊仔听完 立刻兴奋到 雙眼发光 没有啊 猪仔就没有羊仔 那么好兴致 只是回了句 算了 算了 我什么都不想做 羊仔鼓励他 你不要那么没心机啦 最多我陪你去啦 猪仔 猪仔听到之后 觉得好感动 好感激 羊仔在他比赛失忆的时候 鼓励他振作 于是决定去尋补 但是 将床保图 已经被他丢回 入纸箱 猪妈可能今天 就会拿去回收 于是 而他们两个一放学 就跑回家 想拿回 可惜左寻又寻 都寻不回个纸箱 猪仔 找到好沮丧 就和羊仔说 算了 可能都不是 些什么特别的宝藏 你 羊仔拍一拍 猪仔肩头安慰他 不要那么容易 就放弃啦 我们都还没见到个箱 证明还有机会 猪仔想想想 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都好欣赏羊仔那种乐观态度 于是重新提起精神 和羊仔继续翻箱倒楼地找 在他们 在他们 揭而不舍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找到个箱 将藏宝图 还在里面 他们终于 他们终于可以出发尋堡啦 他们终于可以出发尋堡啦 穿过几条街 去到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 是猪爸爸 整日带猪仔 来玩的地方 他们根据 他们根据藏宝 显示的位置 在公园草地里不停地挖 结果真是被他们找到一个宝盒 他们立刻开心到抱着一块 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盒 然后猪仔呆了 羊仔看到猪仔的反应 好心急地问 里面放了些什么呀? 猪仔慢慢在宝盒里面 拿了一对手套 和一张照片出来 相中人是猪爸爸 看看照片的日期 是猪爸爸第一次参加 抢包山比赛拍的 猪仔 猪仔记得猪爸爸 和他说过 他输了那场比赛 但是 为什么照片里面的 他笑得这么开心? 猪仔反转 照片 背面写着 跌倒是为了学习 如何站起身 猪仔这个时候才醒起 猪爸爸虽然输了那次比赛 但是他没有被打沉 之后还不停练习和参赛 现在已经是猪村出了名的包山王 猪仔 猪仔拿了张照片给羊仔看看 原来 原来张床宝图是爸爸的 相信那次的失败经历 对爸爸来说是很珍贵的回忆 所以他先真而重之地收起这张照片 猪仔在这一刻终于明白 原来失败并不可怕 最重要是学会接受失败 从中学习 失败也不需要一个人面对 因为人身边总会有些 好像羊仔那样的好朋友陪着你 经过这次之后 猪仔不再自暴自弃 还决定好好准备下一届大卫王比赛 作词如机 我们在订阅把这些转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